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很精神 看来这一次的吴启力是真的放下一切 开始迎接自己新的生活了 其实早在前段时间 吴启力就开始拍摄了平面广告 为自己的付出开始做准备了 当天的吴启力身穿红色长裙 气质 优雅出众 拍摄过程也似乎非常的顺利 再加上还有好友的探班 当天吴启力的心情也是非常不错 看到吴启力重新振作起来 粉丝们也是非常的高兴 毕竟前几年的吴启力真的是有点伤的 感情一团糟 与女儿关系非常的敏感 不仅持续到受了网络暴力 就连事业也受到了打击 整个人的生活陷入了低谷状态 还好现在的吴启力又重新站起来了 开始重新面对生活 而在新剧理想国的开机现场 吴启力免不了就要被问到和女儿吴卓琳有关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吴卓琳是成龙的私生女 在之前与吴启力闹崩之后 又公开出柜消息 之后更是带着自己的小女友飞到国外去生活了 前段时间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则寻找父亲的视频 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而作为小龙女母亲的吴启力 一项是非常不愿意谈其女儿的 但是这一次也许是真的想拍了 反而回答的非常的坦诚 关于吴卓琳改姓的事情 前段时间吴卓琳发布了寻找父亲的视频后 完全没有得到成龙的回应 之后吴卓琳依旧不死心 又开始将自己的个人资料由恩进吴 完成 而成龙的本名就姓陈 叫陈港生 而吴启力也表示女儿这次的改名并不一定是陈 而是禅 也就是心好事的意思 如果小龙女真有这样的想法 倒也是比较好的 在被问到与小龙女的关系现状的时候 吴卓琳的一句话 透露了三人的现状 吴卓琳表示自己和女儿一直都有保持联系 小龙女还经常发照片给她看 看得出来母女关系已经缓和了不少 不过从成龙没有回应她的全副事情就能看出来 对于这个女儿 多半是不打算认的 对此 小伙伴们你们 怎么看呢